哎呀,每回演出都特别开心 上货的季节 谢谢吧 回去慢慢看 有喜糖,这谁结婚了是吗 啊,真好,又结婚了 周五 下午是说书 我印象中 06年零几年时候 每到周五说书是准下雨 这么些年 我以为老天爷忘了这茬了 一出来我就乐了 他还记着呢 周五下午 好多人都上班 还能坐得这么些人 我特别开心 逃班来的 哎呦,逃客来的 还有逃命来的 逃婚来的 你媳妇在哪呢 后台闲人多 谢谢大伙 无以为报 说句良心的话 德云社是一帮说相上的民间义人 江山父老能容我 不使人间造孽前 老少爷们这么好 真是无以为报 水平也一般 能力也有限 只能说是珠山没有 红土为贵 老先生们 老前辈们 大家们都不在了 给我们腾出这么点地儿来 让我们能够把祖师爷流传下来这点东西呢 能够有一个复集的机会 很开心 尤其是周五下午 这叫德云书馆 这几个徒弟 李云杰 李河东 孔云龙 李云天 就这一大堆孩子们 愿意说书 其实来说呢 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啊 现在说书跟单口相上 是一个特别难分的这么一个行业 就拿我来说 我从小是学评书开的萌 七八四就开始说书 跟老先生上课 到现在四十了 我说的书 大伙说的单口相上啊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干的这些年 那么说怎么分呢 实际上现在这个比较混淆一点 艺术形式上来说差不多 都是一个人在说故事 你要说没有评论吗 单口相上也有评论呢 所以两者之间 它是互补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是以 以演员来分艺术形式 我说书说再好 我现在可能说相上 你了解的更多 所以你们认为我说的 就单口相 欢迎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人家说书说的不好 那可能大伙一认为 也是评书演员 但其实不管是什么形式 大伙能爱听 爱能做的是他的诗诗 听我说一个故事 就挺好 我觉得这个挺圆满的 现在啊 一个说书 一个唱戏挺难 那在后台 今天我们来了几个 戏班的朋友 聊精绪 因为接下来要唱几售戏 我就说现在这不好干 唱戏就如此 为什么呢 唱戏来说吧 说句没有外人是吧 我岁数大了 现在说话特别谨慎 那唱戏来说 唱戏现在 为什么他也会有一个误区呢 现在京剧演员来说啊 不拿自己当角 为什么呢 什么叫角 角是一个班的灵魂 我是这个角 我带这个班舍 一百多人唱戏都跟着我 贴出我的名字 就卖满了 你们指的我吃 这叫角 唱戏得拿自己当角 那现在唱戏的 不拿自己当角 现在好些个看戏的 拿自己当角 带个串 拿把扇子 绝不听活的 就听唱片 唱戏的活的 这一个世人都没有 你说看个贴吧呀 看个网上好家伙 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 就是一句就是我对 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对 说完之后呢 晚上开始上单位 该搬砖搬砖 该干活干活去 所以这个行业 他好不了就因为这个 说书其实也是如此 说相声 甭管真的假的 你上全国数去 说相声 你还能说出个几千人来 说书的人来 列位 你伸出手来 也就这些人 很难 因为什么 说书他讲的是 知识面的宽广 而且个人的艺术魅力要大 最重要一点 心要宽 人有多大 义有多大 那我给大伙讲 讲朝廷上下的事 我得分析 皇上怎么想的 文武群臣怎么想的 当初朝廷大事如何 天下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这个人要跳出来 站在外边看 你琢磨这时候 从小到大都没出过糊涂 他给你分析国家大事 他这个国家的事 也无非王奶奶 李奶奶这点事 人有多大 义有多大 所以这东西就难了 当然了 这就是台上台下 共同进步 慢慢来 说书的 也不是一上来就会说书 听书的 也不是一上来就会听书 这就慢慢来 听书有几个过程 你们看各位老观众 好几位 我这都看着你们长大的 一晃都这样了 但是听书 它有一过程 为什么呢 从开始不会听 谁上来就会听 我知你说的是什么呀 也不知道什么叫好 什么叫坏 开始糊里糊涂 听一段时间 他就知道好坏了 这个人啊 嘴里干净 这个人的表情好 或者这个人如何如何 就开始分好坏 第三步就是开始比 比好坏 李明杰如何如何 孔云龙如何如何 再往后就是不比了 第四个境界 这是淡定了 他就知道了 艺术没有比较 文物第一 武物第二 这个东西没有真正好与坏 李明杰在台上说 说一样 那样说的再不好听 但我就爱听了 你能打死我吗 孔云龙说的再好听 我就不爱听 你能把我怎么样 所以艺术之间 分不出谁高谁低 非得拿这笔 没法比 它只是个人的毫无问题 有的人吃鸡蛋 他就不吃鸡蛋黄 有那个就爱吃鸡蛋黄 谁对谁错 谁都对 这里面分不出对错 听书也是如此 有人喜欢 能卖出票去 这就行 当然了 这个卖票 用去说书 它有技巧 技巧在哪呢 不同的场合 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我最爱说书的地 说句良心话 比这屋小一半 我当初说书那地 都比这小 顶多坐一百人 一般来说 八十人再多 就站着的 连窗坏都是人 那个必须坐着说 为什么呢 屋子小 空间小 互相 你看我 我看你 咱们大伙聊闲天 那个说书 逗轮 二哥这张票 且不给你书听了 为什么 你得天天来呀 你得天天来呀 对呀 所以说那个说书 就是闹家常 哄着大伙 净是闲板 往里边兑水 兑水完事 勾的你名还得来 我跟北斩 我不能这么干 北斩坐满三千人 我上去 我跟大伙兑水 你有仨骂街的 我就受不了啊 所以说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地 它表现形式不一样 你看北斩 民族公共 包括原来天津八夜礼堂 抄起来一千人 两千人的原子 第一 得给书听 第二 情绪 包裤面 防护面面 都得酥 那是没有办法 根据演出的场合 所决定的 那么今天这个 德云社这个原子呢 其实是不大不小 最合适 你要说今天真弄一个小屋 做五六十人呢 也不像话 因为来了不值五六十人 剩下人在外边站着 接受下雨 所以说这个屋 大大小小是最合适 说书之前呢 这个跟说相一样 愿意聊会儿天 说会儿闲门 咱们先聊着 聊着说 待会儿我累了 我累了我就坐下 我坐下 你就站起来 好不好 这是行家 这一说说书 那有观众唱一段 满屋子 就这么一个行家 哎 有晚安没有 把这位先生 K出去 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路走中央 善恶到头 终有报 人间正大 好大的回音呢 少来那一套 你们刚才玩一遍了 这都火星起来的 好安 把他们也K出去 再来一个啊 你们愿意听啊 说书唱戏劝人方 再说十个也是这个玩意儿啊 这个很难得 就是能有这么一机会 跟大伙说书 所以说呢 这个多弄点时间 咱们闹点干点 要不然一会儿到五点半 一说一句正文读书 谁哭谁知道 我这是为你们好啊 而且今天来这么些朋友 带着礼物来着啊 有贴吧来了吗 今天啊 有 好吧 有一个百度贴吧 叫郭德纲贴吧 我最近跟他们玩耍得很开心 我起了一个楼 跟大伙聊天 有问有答 每天特别开心 他们老憋着逮我的作息时间 吃心妄想 那个 在这个台上其实没少说书 今天这个书呢 有人说是不是要挖坑啊 列位 我救不了你们了 因为比如说 你说刚才那喊碳滴血 不管是碳滴血 鸡公传啊 什么丑娘的啊 这些个东西拿出来说 在坑里小声些 那个一说呢 你想啊 有的隔了半年了 隔了三年了 隔了一年都有 一说的话 最起码得从前再说一遍 我用我忘了 你不用你是听听听 我说完就扔脖子后去了啊 所以那个呢 咱们得单纳时间啊 我许给你们了啊 你 再把保安累死啊 你们就盼着我健康长寿就行了啊 咱们这个说书的日子有的事 慢慢来 今天说的这个叫隋唐 隋唐之前说过 其实当初在 90年代末 在北京琉璃厂那茶馆 全本的隋唐啊 杨烨酱 胡椅酱 徐月酱 我都说过 后来就一忙了 然后在这个台上说隋唐呢 掐着说过 我说过林同山救驾 也说过这个 陈奥金出世 还说过这个 还说过 林寿说过几回 说完之后呢 我都忘了 然后这回呢 李云杰他们找我 说是我们这书馆 下午也挺好的 你跟着玩一趟吧 我说行啊 就你把我叫来了 来了 我想了半天 说书呢 难就难在这儿的 你要问我愿意说 哪儿我都愿意说 但是真正一个隋唐 我说完了就得撒月 好 你们这真听是吧 你们等一下 我回家告诉你 说撒月就回不去了 隋唐 一个隋一个唐 这是两个朝代 割的一块说呢 是因为这个故事 是从隋开始 一直延续到唐 老艺人说这个呢 贴节目单 贴大隋唐 有的先生呢 不爱提这个 他贴说唐 他是以唐为主 有的说隋唐演绎 有的贴瓦钢英雄 有的贴想马转 有的贴中意想马转 反正说什么都有 但这故事 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不过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 书就难在这儿了 不是光讲故事 真讲故事说 买套隋唐演艺 花不了三十二十 一会儿就看完了 那为什么您要坐这听书 其实看了演员的表演 看我怎么从我的角度 给您分析这个故事 讲一些书情戏里 讲一讲书里书外 您所不知道的东西 难就难在这儿 那么这个书开书在什么地方呢 山西鹿州 开书的故事是从这儿开 但是我们得先把这地名解释清楚了 有一个地名在隋唐演绎里边提的很多 一说都知道 山西鹿州 天堂县巴里二贤庄 为什么要说这个 是因为这是 有一个大英雄住这儿 这人姓善名通自寻信 是天下响马的头头 鹿林里边的魁首 其实就是贼头 南七北六十三省 人家是总嫖坝子大辅责人 住在山西鹿州 天堂县巴里二贤庄 但是山西鹿州是有的 后边那个没有 鹿州 咱们确切地说 鹿州这个地名在隋朝初年就取消了 再有是在唐朝 所以说隋 现在你要说鹿州 按说是不讲理 但是呢 在隋出之前和隋末之后 这个地名他都有过 所以说呢 也说得过去 而且按这个质地来说 鹿州就是现在山西长治地区 它的治所呢 就是现在的长治市 治所就是省会 你说我们这哪 河北 河北的治所 实际上 治所就是省会的意思 所以说这个地是山西鹿州 鹿州就是山西长治 那么这个地 说有一个天堂县 没有 没有 人家那个地儿叫上党 上下的上 党与的党 上党线 为什么叫上党呢 古书记载此地离太行山脉很近 说离太行山脉近 这个地势极高 上与天党 这四个字什么意思 说太高了 再往上走 跟天都挨着 这个党当朋友讲 他就说跟天都挨着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上与天党 地名叫上党 也有人摘后两个字 摘这个天党 也许后来老先生念白了 念成天堂 就老先生竟不认字 以讹传讹 你包括咱们清朝的时候 出那个小说 隋唐演绎 提到这个地名 人家也说是山西陆州 包括那个天堂县之县 蔡天德 人原著里边说的是 陆州之府蔡友德 这只能说是老先生 后来又演绎了 口口相传 他不一样的变化 但这个无上大雅 演绎评书 它终归是口头文学 我们不是研究历史 顾望言之 顾望听之 这个地儿咱们说的就是 山西陆州天堂县 就这么地儿 时间隋朝开黄 三十二年春三月 三月十四号 上午十点五十一 我都快信了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假作真实真一假 真作假实假一真 那么简短节说 就应该是春三月 打天堂县北门 出来仨人 看春中打扮 两个借差 一个犯人 那么说这仨人往外一走 老百姓就知道 这是充军发配的犯人 充军 这当年是一个刑法 过去来说 刑法里边有五刑 我们看那个京剧也好 评书也好 有的时候大臣一犯的法子 跟皇上聚礼力争 说你不能抓我 兵库之内五行之中 没有斩我的刀 砍我的剑 兵库之中大伙知道 就是你们这刀相见己 没有动了我的 五行之中 就是五种刑法里边 没有能用到我身上的 五种刑法 当然了 上下几千年 这个刑法呀 挺乱 不同的朝代 不同的用法 但归拢包堆 包括到了隋唐期间 五行应该是差不多的 五行 第一 吃行 吃可不是 你说吃饭的吃啊 并不是说 把犯人抓来了啊 这个 你什么罪过 我偷东西了 来来来 白夏酒宴 不是 不是这样 吃啊 一个竹子头 底下一个台湾的台 这字念吃 吃行是什么呀 小竹板打你 这小竹板一头大 一头窄 不能过一斤半 法律规定 不能过一斤半 吃行也叫齿行 让你吱吱吱的害臊 一斤来的小板 打在你那儿 也不会特别疼 但是挺寒碜 从多了板打呢 一般来说 从石板开始 石板 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打到五十 就算拉倒了 看老爷心气 老爷看 长这么寒暄 打五十吗 打五十 这长得挺好看 得了来十板吗 这是活的 十到五十 说这个罪过又大了 又大了 这个光吃行不行了 那么就第二个 仗轻 那小竹板 这是大板子 毛竹板 这个打 从六十开始往上打 六十打到一百 每十件算一个档次 这叫杖刑 说杖刑再不行 还压不解恨 老爷说还得打 再打杖刑不行了 那么往上走 徒刑 徒刑什么呢 本省范围内劳动教养 啊 就徒刑 说这个太坏了 干什么坏事 得了 给他搁着咱这拿拿哪 哪个村里边 或者什么什么地 一山沟里边 让他上这干点活 干点苦意 那给他发在那 徒刑是可以回来的 啊 他是从一年开始 每半年算一个档次 三年算头 就顶多三年 你跟那老改就回来 这叫徒刑 啊 徒刑在网上是流行 流行出了什么了 啊 从两千里开始 两千里 两千五百里 三千里 给你送到那 但是您记住了 这个不回来 啊 就跟现在咱们说 说这人的最大恶极 消了户口 发了大鸡尾去了 这个意思是的 啊 这叫流行 流行往上走 就是死刑 最大恶极了 这得杀 死刑分两种 一种是绞刑 啊 弄个绳套 一蹬啊 死了 还有就是杀头 杀头分两种 一种是马上推出去 不带问的 咔嚓就签了 这叫立决 斩立决 一种是监后 斩监后 斩监后 就是死缓 啊 判你死刑 现在先不杀 有什么事 秋后再说 给你搁在监狱里边 万一这半年 你改造的好 或者有别的原因 再把你再饶了 这叫斩监后 这位五行 历朝历代 分别都有五行外的 法外之行 也叫外五行 有的是库吏们 自己研究的 你比如说唐朝 有一个库吏 叫莱孙臣 旧号研究 怎么琢磨着 涉及了好多刑法 凤凰展翅 元侯代官 都他研究的 请君入望 他都那批 元侯代官 弄一大铁箍 你不招是吧 铁箍扣到脑子上 两边有消息 这一凝一紧扣 脑浆都弄出了 包括这个岳飞 风波亭之前 被沈的 胚马烤 也是这样 身上刷上油 刷上油 刷上裂胶 把麻袋 贴着肉挨好了 干了之后 问你 你不搭 往下撕这麻袋 连皮带料 撒拉 赔马烤 这是外五行 那么说在这个 外五行里边 单有一种 就是冲远军 那跟流行 是一回事 但那不算 五行之内 为什么说 跟流行一样 就是给你发配 到很远的地方去 不能回来 但是那个 他有地儿选择 譬如说 到后来分有 吉远 有燕障 什么地儿 给你搁的什么 那个年头说 发的云南去了 发的什么哪 山里边 离着北京 离着这边都远 到那别回来 一辈子死那 你想当年那会儿 你说两广地区 都不是好地儿 所以说 有这个 犯了大碎锅的 往那发 这挺有意思 但现在来说 没有这 现在拿出这个 把这跟前山沟里 逮坏人 买事 出军发配 到那别回来了 货货给落那 给发香港 他就没死了 简简单单几句话 因为说书嘛 就是这样 你光讲故事 两句话说完了 得告诉你 每一句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叫说书 那么说 今天这个犯人 就是冲军发配 两旁边 这是两个戒差 长戒 当家站着这边 这个岁数呢 三十八九岁 中等身材 比我高一点有限 谢谢 谢谢 听书得好好听 别闹 见眉红目 这个脸呢 黄灿摊 三六胡须 看着脸上 有点愁容 心思不整 一左一右 是两个长进 那么说发配是坏人 这个人呢 列位 这个人是个好人 不管您从哪一个角度 去理解 在当年来说 提此人的名声 天下威名轮振 这人姓什么 叫什么呢 哎 姓秦明穷 自书宝 人就说山东好汉 秦秦秦秦秦 说的就是这位爷 在当时来说 赫赫的扬名 家住哪呢 山东济南 历城县 专珠像 家在这 家里边身世显赫 祖父是南臣的太宰 叫秦旭 父亲 马明关的总兵 叫秦义 秦顶臣 只因 南臣灭国了 人家杨坚派人呢 把马明关打破了 他父亲呢 战死在两军阵前 母亲宁是夫人 带着孩子 带着全家人 就逃出马明关 回娘家 住在了历城县 家里没别人 老太太 带着儿子 还有一干儿子 叫秦安 既是干儿子 也算是家里的老管家 也待了好多年了 再加上儿媳妇 几口人 过日子 逍遥自在 秦琼 长大之后 文物双全 学了一身 好武艺 当时民间 对他来说 有这么几句称赞 说马踏 黄河两岸 简打山东 九州十福一百 丹八县 七十二家唐馆 孝母四专注 交友赛孟长 神全太宝 这个称呼可不低 尤其来说 孝母四专注 专注大伙都知道 这个 春秋嘛 那会来说 吴国 躺义 是那儿的人 躺义就是现在南京 南京六合区 他是那儿的人 专注 大英雄 工作呢 是两种工作 第一是厨师 做饭做得好 第二呢 是刺客 可惜刺客的工作 就进行了一次 就让他给杀了 但是呢 这个人最孝顺的母亲 老太子说话 怎么都行 他在外边跟谁 这一打架了 老太子站门口 回来 马上就回来 后来老太子 岁数大了 不能上门口喊着去了 儿媳妇拿着拐棍 出去一笔 回来 他也回来 就说这个人 大孝弥天 说秦二爷 孝母似专注 跟专注一样 交友赛 孟长 孟长 孟长军说了 孟长军吧 就是战国四公子之一 田文 浩娇朋友 家里边 有这么三千食客 这食客干嘛 吃饭的 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有身份的 没身份的 认字的 不认字 偷东西的 干嘛 全来 只要你拿我当朋友 我就拿你当朋友 上家来 一开桌三千人吃饭 有一次有一主 坐着黑灯影 坐坐站起来了 我坐这顿 在灯底下 我估计我那饭 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这饭 分三六九等 急了 转身要走 孟长军追起来 别走 你瞧瞧我这菜 跟你的一样 咱们没有任何 说谁比谁高 谁比谁短 我拿大伙 一视同仁 这时候挺惭愧 要拔剑自杀 大伙就拦着 这是个吃货 不要脸 这玩意 为争嘴 你说你至于不至于 但是这个事 就说明了人家 孟长 善于交朋友 拿这两个人 来形容秦尔爷 可见此人终以无双 只接近出了 十八名江大道 里边有 什么小明星周志 是啊 这几位都逮着了 秦琼带着人 压解的拆贩 后来出了点事 因为那点说 要是再细说的话 今天肯定说不完 简断接说 到后来 造脚林误伤人命 秦二爷 造脚林住的 吴家老店 半夜里 这店主上屋里 偷都起来 他拿着简呢 一回身给了一下 这种转身跑 磕门框磕死了 这是误伤人命 但终归是人命啊 所以最后 问了一个充军发配 幽州北平空 咱们三爷两宇 把这事介绍完了 您知道这故事的开始 那么今天 就要从天堂县起见 秦二爷这儿又出来 带着两个拆 这俩拆人呢 是天堂县的俩班头 跟二爷是朋友 一个叫金甲金国贤 一个叫同魂同配之 二爷您哥们走 您踏踏实实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收拾好了 拜罢了欲神爷 由打天堂县出来 赶奔幽州北平 出了县城 瞧不见什么人了 哥俩指住脚步 打开包袱 把衣服拿出来 二哥换换换 把家摘了 因为二爷出来的时候 带着家呢 说您把家摘了 咱们换上平常的衣服 好赶路 二爷说别去呀 此乃朝廷的王法 哥哥您怎么了 在堂上他是王法 出门在外 咱们是弟兄 您想抄下来千八百里道 这玩意多受罪 您听我的 不要去 有罪过是我们的 哥俩不由分说 把二爷这家 叫给摘了 罪衣罪群也脱了 换了一身 平常的衣服 二爷是千恩难谢 哥俩说您这是何苦呢 咱们自家弟兄 没事 还告诉您 从今天开始 咱们不用特别着急的赶路 这个善通善二元外 已经都给您托付好了 晚到了也没事 一路之上 不让您受罪 咱们是游山玩水 咱们是喜 真做到了 早上起来 睡够了 自然醒 这才起来往外走 太阳只要是一转弯 快黑了 就投电了 一路上 哪好 奔哪去 吃得好 喝得好 二爷倒是很开心 打三月初 可就走下来了 这一天走来走去 走到一个山外里边 抬头仔细一看 人家说这山长得可是够奇怪 怎么呢 这个山呢 别人山呢 山尖嘛 各式各样的山呢 但这个山 山头上边 像一个大墨盘一样 它底下 也跟山似的 但上边的 它起来了 是一个大蘑菇盖似的 仨人站着看 二爷 你瞧这个 这像个大墨盘似的 秦兄也乐了 走南闯北这么些年了 我还是真没见过 这个山可是够奇怪 很像一个墨盘啊 是吧 你瞧可别掉下来 仨人跟着说闲话 正看着呢 耳边响起 我听他 叹 叹 叹 三声 套响 紧跟着 顺着山里边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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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仨人一闪身站着看 打山里边三声炮响 出来大批的人哪 哎呦 望外走也不知有多少人 心说没想到 这个山看外表不大 里边还藏着这么些个人 连兵带将 呼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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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出来了 来到外边 摆开了十层兵 秦书包闪目观桥 一层兵 一刃刀 大砍刀 刀光闪亮 二路兵 二龙剑 连环剑 剑放光明 三层兵 三鼓叉 托天塌 叉托日域 四层兵 四龙剑 娃面剑 剑放寒风 五层兵 五鼓叉 托天叉 叉将落马 六层兵 六合枪 亚水枪 枪衬红鹰 七层兵 七万功 宝雕功 攻扎日域 八层兵 八面棒 狼牙棒 棒打英雄 九层兵 九面骑 七个烈火 十层兵 十面骑 骑下屯兵 十敢荆棘 飘烈火 九层烈火 放光明 八方选来英雄汉 七层浩 六层兵 五层兵 两个大牌 三层兵 你看大屁 拼烈鹅入狂 二爷愣了 这不是一般的山贼呀 这个好奇怪啊 这是奔三来的吗 两旁边 金甲通关说 这是抢咱们的吗 二爷也愣了 咱们有什么可抢的呀 咱包袱里有什么 有家呀 二爷热气 这不能抢走 他们呆去呀 多丧气呀 再瞧这帮人 顺着山外出来之后 可没奔这边来 往这边拐 二爷乐了 不是奔咱们 在那边 咱们过去瞧 走 说着往这边来 但是您的记住 人家是骑马 这哥仨不吓唬 转过山外去 打完了 你看这块 他那讲理 你知道吗 好多人说这个一条打仗 跟着过去 你看从这怎么打 这不对 人都骑什么 哇过去 你走着走 你在山路上 人家是在平道上 啊 赶到这碰着一个椅子 碰着什么椅子呢 大批的人马往山里边退 赶着一辆车 车上装的是箱子 盖着扇布 杀着绳子 不知装的是什么 零零星星有几十个兵 也让这个山贼打跑了 地上躺着一个白跑小将 啊 这种是挣扎着往起站 这仨人站在上面看 一瞧 陆陆续续 全推了 地上这种站起来 整个山外剩他一个人 因为那车让人抢走了 五十个兵兵被赶散了 就剩他一个人 站起来 看着意思 指着天 指着地 啊 现在挺难过 牵着马 奔旁边小树林 这哥仨站在上面看 亲眼瞧这种到树林这边上 把马一撒 伸手 解腰中这袋子 解完之后往树上搭 这就寄扣 吊到脖子上 上吊了 啊 前一瞧这不行啊 九人一命 甚到 七击浮屠 对 到山上下 哇 赶奔上吊的这种 简单接说吧 到了跟前的 啊 这抱着腿 往上送 有人摘绳子 从树上 把人弄下来 搁在地上 让这人盘着腿 吹打前胸 骂子后背 快行行 快行行 半天的功夫 这时候啊 哎呀 整个眼瞧 你们谁救的我呀 金甲通关 一指亲二爷 这位英雄救了你 吹了大哥了 你走了 我还得来一回 我用你救我 你损不损的你啊 我得死两回 啊 你们会有报应的 金甲通关站起来了 二哥咱走吧 别耽误人家正事 好吧 人家还得死呢啊 秦琼啊 善良 啊 知道他这是气话 这朋友 不止如此啊 有什么事 您说说 看看我们能不能 给您帮个忙啊 男子汉大丈夫 怎么就要寻死呢 嗯 哎 你也别问了 问完之后 我的事 你也管不了 啊 那您告诉我 您怎么称呼 啊 哎 你要问我叫什么名字呀 你们三位站好了 拿手摁住天灵感 为什么呢 我怕说我的名字 瞎着你们 金甲通关这气 刚才打得跟乱孙子一似的 啊 问你叫什么 哪能个废话 秦二爷没事 啊 赶紧尊兄 您说吧 啊 想来 您必有显赫的身世 金甲通关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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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别耽误 该死了 死去吧 二爷摇摇手 朋友 请讲 哎 提起我呢 可能你们不知道 提我的祖父 说他爷爷 好 二爷这儿听着 您说 我祖父 南辰太太 秦氏 秦二爷就愣 跟我是一个爷爷 他是得厉害 可问题是我爸爸 哥一个呀 您听说我们家有什么亲 哦 是是是是 敢问 令尊 马明官 总阵秦一 哦 厉害 厉害 二爷想半天哪 问我是一个爸爸 我小的时候啊 人家兵破马明官 我爸爸战死两军阵前 一报信 我妈就哭了 带着我带着家的人 就逃出来了 是不是我爸爸没死 隐姓买名 又娶了一个 也未可知 嗯 哦 是是是 那么敢问 您贵姓高明 哎 提我 马踏 黄河两岸 天打山东 九州市府 一百单八县 七十二家 唐滚 啊 请秦明琼 紫书宝 秦琼就愣了 想了半天 我是谁呀 哎呀 这天底也听说过同名同姓 但是我们这个 有点太连线了 怎么连外号都一样啊 金甲重宽乐乐都不行了 啊 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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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好家伙 真敢说家话是吧 你这套到别处说没事 今天碰见文主了 拿手一指 这才是好汉秦琼 上吊这主一听 一转身 扑通跪那了 光当一个头 磕子一声 二哥 你救救兄弟我吧 这才赶紧掺起来 兄弟 怎么回事啊 一问才知道 这主呢 其实也不是个凡人 复姓上官 丹子名敌 上官敌 考山王杨林手下的 旗派官 五品的官 啊 这个考山王杨林呢 跟岳王杨素 还有这个 大隋朝这皇上杨坚呢 是哥仨 杨坚行大 岳王杨素行二 考山王杨林行三 那这个老二杨素呢 比较坏 平时哥几个之间呢 杨林也看不上 但是呢 你再怎么着 是亲哥们 啊 每年呢 杨素过生的时候呢 哎 人家考山王呢 还给送一些寿礼 今年也是 准备这么一车寿礼 让上官敌 带着五十个兵丁 押解着 前去 长安城啊 上寿 没想到走到 这墨盘山这 让人给劫了 啊 这一说 我说我现在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你说我要去长安城 见岳王杨素 我没帮儿就没东西 啊 我回了这个 海登州 见考山王杨 我没法见 我给他弄丢了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我是没辙没辙的 哦 而且说刚才 我们转过山外来啊 我一瞧见 这个为首的 是什么样的人呢 说为首的呀 俩人 带着好些个兵将 啊 这俩人啊 一个大红脸啊 一个这个脸上 这有个像个三只眼似的 他们俩 也不知是什么英雄 还是什么妖怪 是怎么回事的啊 反正没办法了 二哥您帮帮我吗 说我说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得管你 这是我发配的路上 我那个马 枪什么东西 边捡 我都没有 那都陆陆库了 我借你的枪 借你的马 那没问题来吧 就这会儿工夫 刚才打散了兵丁 那四五十人 陆陆续续 也都跟过来了 秦二爷 飞身上了马 端着长枪 左右两员大将 一个是金甲 一个是同桓 后不跟着上官敌 再后边 是这五十个兵 啊 又来到山口这 来到山口这 二爷勒住了马 嘿 山上有人吧 刚才结了我的东西 还我来 说了一声 这个紧跟着里边 三声炮响 跟刚才一样 冰箱又出来了 排好之后 正当中挑出一杆 大都旗来 这个大都旗啊 就是军中的三军四命 咱们看岳飞一出来 后边大旗子 啊 正当中一个 哎 火样啊 白月光 写着月字 代表大象姓岳 杨家将这个 当下写个羊字啊 这个大都旗望万一举 上下 俩月光 上面写了金字 以及写了牛字 啊 大都旗下两元大象 啊 这两元大象呢 一个是金亏金甲 红袍 面如熟蟹盖 熟蟹盖 螃蟹蒸熟 那螃蟹盖 那红过筋 橘黄色的 是那样的脸 旁边这种呢 这两个 没什么当劲 这儿啊 有道立巴啊 看着跟三只眼似的 这俩眼虚乎着 端着三尖两人刀 坐在马上 有点杨二郎的意思 一左一右啊 看个上边 一个金字 一个牛字 大都旗上 金甲 瞧这这个 二爷 您要留神 二爷说 怎么呢 你看了吗 金牛的人 一根金啊 不好惹 二爷没理着 二爷心说 你还懂星座 你说这是二爷说 这我说的 为什么俩呢 俩是因为 俩主帅 看来一个姓金 一个姓牛 说话之间 二爷可就看着 这两倍了 虽然说离着 不太远 但是母儿瞧得出来 这是刚才说的 面似熟悉的干 这个呢 三只眼 三只眼 骑得马上 端着三尖两人刀 真像杨二郎 卡密封了眼 坐在马上 旁边这个 您能没瞪个眼 手里拿一个 和善大刀 二爷坐在马上 你们哪一个是债主啊 咱们有话好商量 不要商量 陆林中的和气 为什么呢 二爷跟陆林道的关系好 有话咱们好商量 你过来咱们盘盆道 是这个意思 话英章落 面似熟悉盖 这位催马过来 二爷这等着呢 端着枪 意思来了 咱们商量商量 没想到这种 真愣马到跟前 二话没说 手中大刀举起来了 把那个和善大刀 立批花生 我去 直接就下来了 按照常理来说 这一定要 举火烧天 往上拖 把这刀拖上去 两个人再打 二爷心想 哎呦 这人不懂交情 到跟前那里 问他你是谁 我是谁 为什么是 怎么这么愣啊 但这会儿 跟我刀都跟前了 二爷也聪明 瞧着端着枪了 左脚点凳 拿着左脚点凳 把马往边上顺 闪着这刀 拿着枪转 压他的刀头 拿枪转 顺过来压刀头 往下 往常这都是往上躺 你想啊 大刀下来了 我往上躺 但他没有 他下来的是惯性 是这个劲 这么下来的 二爷这刀啊 把这刀头 刀转 让 啪一扇 顺着你这 往下 这缺则的缺大 怎么呢 他本来是往下来 他等着你磕他呢 你磕这好起来再打 他本来往下 你还往下 他更往下 这种 这一下来之后 二爷转了他这边来 刚才是左脚点弄 这枪就顺过靶来了 要换别人 就是一扎 就能扎死你 二爷厚抖 没有这个 要了命的事 扔起来 拿枪杆抽后背 四成劲 可是烈烈 打铁棍子 那也受不了 就啪一一下 这种 一击凌 这刀就扔地上 紧跟着往下一啪 打得有点 有点稍微的重 他劲太愣 这一下一摘也不要紧 右脚摘了凳 他本来在马上 借这个惯性 刀出手 人往前啪 右脚摘了凳 二爷望回圈 圈了他身边来 要不然人快啊 一伸手 啪 抓住判甲 斯涛 望上踢 把人一踢上 你想这种 刚才是左脚在马上 右脚摘了凳了 就这会儿 跟我说二爷 抓着斯涛 保证你不能掉在地上 再一抬脚踢踢马 去 马还不跑吗 马也跑了 这种左脚也摘的凳子 把这人 脸儿冲上 就摁在自己的马鞍桥上 一定要说明吧 说出难就难在这 知道吗 你让大伙听明白 怎么回事 这股现在 这就是我这马 不爱说这就是泪之 这话筒好比是我那马 我就是金球 骑着马 现在这个人 在我这个马鞍桥上 摁着了 脑子在这 腿在这 人淡在这 而且部下 这边是金甲 这边同环 这两位懂 把刀就伸出来了 两句之前都这样 大将筒马 身边跟着小兵的 干嘛用 就是砍人头用的 只要二姨一说 马上就来一下 眼瞅这时候就死了 死之前这时候 喊了一嗓子 就躺着这点 想不到我金球 死在此 秦二姨眼泪都快下来了 我的名字太好使了 我这么厉害 我怎么发了呸呢 他也愣了 金甲同环也愣了 哎 不是 哎 纳闷 咱们刚才说了 那边还有一位 蜜蜂的眼 三只眼 拖了三剑两刀 跟二郎神似的这位 坐了马上 嗨 我两位你 你可是山东好汉 亲情吗 喊了这么一句 躺着这个大膳 我是 是 并非 我跟你一块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吗 我没问你 我问对你那个 啊 秦二姨要落 啊 金甲同环落了 是 哎 那三只眼 那个 哎 你们这没伤得好啊 这个 我还告诉你 马上这位 正是山东好汉 马上 后个两难 简单 刚说的这 躺着这哭了 我没背起来 这样子 我就挨一体 就没背起来 三剑两刀 这位 催马到了跟前 啊 看着表情很激动 啊 这位 感情近视眼 你知道吗 老虚乎着 你 真是 秦二哥吗 秦兄点进头 不错 正是秦兄 这种 三尖两人刀就扔了 一转身下来 哭疼就跪下了 哎呦 哥哥 我没想过您在这儿了 哎 我这给您磕头了 人家这样 你就能不能说别的了吧 二爷仨说 来来来 这位这位 这位秦将军 来来来来 这站起来 站在地上啊 我这 多谢啊 秦某这乡有礼 行行行行 还说假话呢啊 这位医疗医生也跪去了 啊 秦兄一像这样 就打不了家 为什么呢 举全难打笑脸人 又何况人都跪去了 你再闹就没意思了 翻身下麻 金甲通关也跟过来了 两位 这是正牌的秦兄啊 怎么你们这 净出假秦兄呢 怎么回事啊 两位怎么称呼啊 一报名 秦兄乐乐 真不是外人 扇雄信手下的两个弟兄 啊 一个叫赛展雄 牛盖 一个叫小二郎 金城 小二郎 就是这个三只眼 拖着到这个 啊 那叫赛展雄 赛展雄啊 这个春秋的时候 有什么一个大山贼 叫刘展雄啊 借人这名字 赛展雄 一叫金城 一叫牛盖 哎呦 我们太 跟您说 之前那三二哥来过信 说您有可能从这过 我们见天问 谁知道呢 我跟您说啊 这个 他就崇拜 您崇拜都不行了 他天天跟我说 说他是秦兄 我都听力了 知道吗 你看报应来了 不是 真让二哥在这了 赶紧伸手相善 两位兄弟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这扶起来了 一颠手把上官敌叫过来 快来快来 认识吗 那能不认识吗 刚打完架啊 我认识 二哥他这是啊 是你是 你看刚才应该问问他 他也叫秦兄 真假秦兄 咱莫盘山大聚会啊 把他事一说 他是我兄弟 别让他为难 刚才结的东西 有关他身家性命 哥哥您放心 有您在这 您说什么是什么 赶紧派人去 把东西又拉出来 还给了上官敌 把上官敌叫到边上来 兄弟 别耽误正事 赶紧巴水长安 去上寿去 上官敌 哭了都不行了 哥哥 这是活命之恩的 您现在要去哪 您能不能跟我走 去见靠山王杨林 我保您个一官半职 兄弟 我现在 我跟你说实话 我这发配着 把自己的事 这么一说 上官敌愣了 呀 您要发配到别处 还真不叫事 唯独发配到 幽州北平府 这事不好办 怎么呢 哎 我不知道您 听没听说 但我知道这个事 这个 幽州北平是 镇边王 罗毅的地盘 罗毅这个人 铁面无私 凡是这些 冲军的犯人 他最恨 他认为能冲军 就能判死刑 准是在当地 花了钱了 最后才能造什么好结果 所以说 上了唐去 他有沙威棒 沙威棒啊 一人高 一头啊 碗口粗 一头啊 特别细 举起来 你想一想 跟小铁锤子似的呀 三十起步 但一般来是没有熬过三十的呀 所以您要上了唐去 我就怕您呢 死得沙威棒下 哎呀 这个 这事挺为难 秦琼乐 兄弟 没事 你走你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死也就死了 不要紧的 不行哥哥 您对我有活命之恩 那哥 我现在 我先去上售 万事我风力一样 赶回岸海登州 面见靠山方阳林 让他出公文 把您这一案 调到登州 到那儿 我就能保您了 兄弟你别为了 我一定办这个事 这说完之后 上官邸撒了一分别 上官邸走了 这还剩下金城牛盖 金城牛盖说二哥 早也判晚也判 可把您判来了 这个您这能力太大了 看见您真高兴 这哥大事 这是我的两个借差 这是金甲 这是同环 两位 幸会幸会幸会 我有主意 咱们把他们俩杀了 杀了之后呢 您就留在我们这 您在我们这 咱们那俩字 可以再换一群 而且说这不像我 刚介绍完了 就杀了呢 这也是我生死弟兄 你们也别多想了 我不能在这待 而且山东济南那 还有我的老母 还有你嫂子 还有孩子呢 我不能跟这待着 咱们是青山不倒 鹿水长流 他年相见后会有期 我还得走 有哥哥 不管怎么说 我得谢谢您 招四目想 今天在这 而且您亲手把我抓住 这是我的荣耀 有人有一天要问 是不是你抓住我 你说得承认啊 承认啊 好吧兄弟 你是真爱开玩笑 得了 咱们改天再聊吧 收拾东西 赶奔幽州北平 金城牛盖也收拾东西 带着兵回山 打这起 把墨盘山改了个名字 这个牛盖是太虔诚了 墨盘山不许再叫了 立的快扁 改叫 秦二爷在这抓住我山 我来这个地儿 成个旅游景点了 花开江哥 各表一日 咱们再说 秦二爷 三月初一出来的 赶等到了 幽州北平 七月十四 幽州北平是哪啊 那会儿来说 天下有幽州 这个所谓的幽州 河北 北京 包括内蒙及辽宁的 大部分地区 这叫幽州 他治所呢 就在幽州城 现在说找幽州城 不好找 为什么 年代太久远了 几经兵变 来回的拆来回的盖 但是呢 你要说 非要说出一个 大概的方位吧 这个幽州城呢 是在北京附近不远 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城 东边应该是在 就是烂面胡托 你们知道吧 烂面胡托 法元寺那一带 是那边 西边 南边 我想想 我给你编一个 南边是白纸方 北边是 应该是白云冠 白云冠那一带 西边呢 应该是甘石桥 小马场那一块 大概是这么一个范围 是幽州城 这个 但我说的这个 也是唐朝时候的图 但是隋唐离得近 所以大岔离格也不会太远 应该差不多是一块 7月14 来在辽幽州 先逐店吧 一看这一个村子 叫顺义村 有个客店 住起来 收拾好了 洗把脸 吃口东西 一看时间 现在说下午三四点钟 贴身带着一封信 山雄信写的 写给谁啊 北平府有十二家战堂官 为首的叫张公景 这是山雄信的朋友 说把那信给他 他会照顾你一切 找去吧 仨人呢 换上衣服 揣着信 又打电房出来 奔衙门口 找张公景 到这说 说张爷没在 干嘛去了 不光他没在 十二家战堂官都不在 说这个今天 土地庙那 立类 有个类台 累累百天 今天是地百天 他们都跟那 今儿得可能是 最后就一天了 该收拾收拾 办本事什么的 您要找上那去吧 这才问 问说土地庙在哪 有人告诉了 拐弯墨角 墨角拐弯 来再聊土地庙 一瞧这土地庙 还挺热闹 门口围着好些个人 看咋类的 这跟前啊 搭着一个擂台 摆木桩子 得有一丈多 砸了地底一半 地上面一半 上面铺板子 这板子得有这么 四丈左右 搭出一台来 贴着四个大字 一五会有 一五会有 底下有一桌子 摆着金子和银子 两边有副台 放着什么吨布条 说估计是怕打人出血 擦血用的 地上呢 弄着好多沙子 摔下来 别可以摔坏了呀 两帮偏挂着软梯子 人很多 这会儿呢 台上呢 有一大个儿 正站着 金甲同魂 跟秦二爷就来 在两类台 附近一瞧这 还贴着告示 二爷认字 看了两年 就看明白了 历类的人 叫史大奈 这个名字多好听 那史大奈 这种呢 有两下子 平时呢 贩卖牛羊肉 贩卖牛羊肉 卖到哪去 卖到藩邦去了 现在说就是偷越国境 但是人家呢 也没判得了罪过 就遣送回来了 送回来之后 罗王爷说 这得办他呀 但一瞧这小的 五六三突 你会练吗 说我会练 我能力可大了 一边打不过我 老王爷说 那这样吧 历类百天 如果百天之内 没人打败你 那么之前的罪过 一笔勾销 留你当一个战堂官 如果是有人把你打败了 二岁归一 咱们再办你 而且打你不白打 打一拳 给一两银子 踢你一脚 还要给二两银子 就为看看你到底多的能力 今天是第一百天 就这么个节骨眼 这棵仨瞧瞧瞧 也没打泪的 底下拦拦散散 聊天人不少 二爷心里有事 找张公瑾 拿个工夫看打泪 转身进土地庙 来到里边呢 有小张开的 说问一下张头在不在 哟 大爷刚才还在这呢 这是最后一天 你有什么事吗 说我是大山西来的朋友 有一封信给他 哦 您上大殿上坐会儿吧 土地庙吧 您上大殿上坐会儿吧 他们都跟那歇着 平时 有茶水 我给您倒一杯水 因为今儿最后一天 这会儿也快收了 估计都出去办事去 一会儿得回来 那您跟我来吧 给哥仨撒让到了 大殿上 一小有桌子 有椅子 那里边还有两个 李箱 这坐住了 给二爷汽水 坐了有半个多小时 二爷是他的时事等着 金甲同环坐不住 怎么呢 消差了 把犯人送到了也没事了 平安无事 办完了公文 带着回去挺好 这儿呢 有朋友多 能玩几天挺开心 坐了半个工头 二爷您坐了 我俩的能够 溜达溜达 好那去吧 早去早回 哎哎哎哎 金甲同环站起来 万败就走 干嘛去 上台口那看看 有没有打累的 到这里瞧 没有 可是就瞧进台上 摆一大桌子 金银财宝 而且刚才也瞧了 打一拳一辆银子 踢一脚二辆 我俩说这个 这来得过哈 是不是 怎么着 咱不能逮他一下 是不是 一瞧台上这大个 脸正处理呢 看着一五会有 这四个个 金甲同环 咱俩一块嘛 我打这边上 你咱那边上 啊 拉个偏手 对不对 咱就是打十线 他五线不承认 咱俩正五线的 对呀 来来来来来 一个奔这台口 一个奔这台口 顺着五公踢 软踢子 蹬蹬蹬上去 台上这时候呢 杨热博正看着四个字 一会有 打高个 正看着 啊 金甲到后边奔腰眼 唐一脚 这时候没牛身 啪就扔这了 呼 金甲乐的 一分尸 骑的身上 一两 二两 三个 这个 同志爷爷上来了 啊 你这打不着 你这踢 二两 四两 六两 你按这儿憋着发财着 啊 这次打呀 打了半天 就要听着上场门这边 这台口这边 就跟打雷似 住手 就喊住手 你回头 雷大个 晃荡荡身高 一掌开外 死方大脸 这张脸啊 哑油黑 两道大眉目 歇叉天仓 支柱壁角 一对大眼 造国分明 海下扎里扎 沙落塞的胡子 啊 心口真是一巴掌 宽子护心猫啊 要勒着玩的 底下大驴鸭的快须 啊 这儿挽着秀 不老 两人回头 干嘛 结账啊 你拿干嘛呢 干嘛呢 挣钱呢 党人财路是不道德的 知道吗 你是干嘛呢 累棍 实在 这呢 你们做卫生的 哎呦 看了一台扫地的火 火的鸡 我说他不关手 啊 啊 这这事闹得好 这时候站起来 这头骂鸡啊 孙子 哎 你不过明白就咋 人家穷疯了哈 啊 我说上来 给这摊头回去 这上这药吧 他弄点伤 实在站在这 比这俩人高两头啊 看着 误会呗 误会呗 是吧 这个青山不倒路 这啥路 干我死 真 哪里有高科 你这上次那一台 也不问规矩 哪也不管 哪儿 别管我自己打了 俩才迷 没没话 使得那上前来 就这两下 啪 一下哥们俩就躺下了 这个叫什么 这叫 打闪认真 好多人一说书 说到这儿去 说使得奈 跟这金甲通关打 这打半个工头 这太不合理了 啊 因为到这会儿犯不上 打闪认真 什么意思 这手拿着针 看针屏 这手拿着线 啊 就等着过去 屋里没灯黑的 等外边打雷 咔 一有闪 就这弓 穿过去了 凶这个快 这哥俩躺下 就这么快 知道吗 好 这刚躺下 后边来一位 举着挑手 躺 躺 坐卫生子 我说 请你别惹坐卫生子的 啊 白生说 这个这怎么办呢 这不行 不知道咱们跑 这门也没有啊 是吧 使得奈 说那 教你们处理吧 使得奈 转身 回去喝茶去了 坐卫生 这不干了 那旁边有那个笔墨 拿过来 有笔有墨 有一大帮人摁着 给那金甲通关脸上 画个小王伯 给这画小兔子啊 轰过去吧 两位扫我们大眼下来了 二爷坐的屋正喝水呢 一回 两位回来了啊 只能画着啊 进来 二爷大门 不是出去开心去了吗 怎么弄一脸 名人字画回来啊 你俩进来 二哥 你给帮个忙吧 两位贤弟 这是怎么了 是王才傻子擂台 我就跟人打仗去了 没想到 我们俩打不过人家 把人打成这样 不管怎么说 您帮个忙 要不怎么寒碜 两位贤弟 此言 咔 我们怎么不对了呢 咱们刚才可看了告示 使得奈 他这是戴罪立功 如果百日期满 无人打得过他 他能做一家战堂官 对他来说是个好事 上有劳 下有小 有这么一份安分的营业 我觉得不错 咱们何苦去给人家添乱呢 记住 君子有成人之美 话音刚落 大殿外边打场了 好 好一个君子有成人之美 顺着门外 进了一大帮人 穿上搭配 全是一样的 一瞧就是 北平府的战堂官 头里走这位 谁啊 张公军 因为人说了 说来人找人 也不知是哪的 来撒日 哦 就想到了 可能是秦琼到了 走了院里 正听这几句话 张公军安调大师 二爷仁义 这个就是在实话时说 不能让秦琼跟史丹奈去打击 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按人情来说 秦琼仁义之人 他不会说我上去成 而本身就是金甲同官 不对 再一个 与理来说也不能上台 为什么 史丹奈带自立功 我是冲军发配 俩犯人一块打 在人心里来说不像话 你都忘了死了 你名如何还如何了 你今天跟人打仗 不像话 所以说秦琼在这儿 说了这么句话 张公军很是赞成 几位全进来了 这位 莫非说 您就是秦二哥吗 不敢 小可 秦琼 说了一句秦琼 这十二胡拉超全跪了 秦琼赶紧也跪 哎呀 这可使不得 忠家弟兄 您蒙客气 您刚才说不找我们吗 我给您介绍介绍 这是北平府十二家战堂官 张公敬白显道 虚涂通虚涂盖 鲁明星鲁明月 堂官人堂万亿 什么这个毛公孙女公蛋 哥十二是北平府的战堂官 都是善雄信的好朋友 这站起来的 二爷 哎呀 等您盼着您 这才把您盼着来 快坐快坐 喝水喝水喝水 来介绍一下吧 金甲同官两位过来 这位 张公敬 还瞧瞧改半呢 打水 打水系列 打水系列 我们刚才听说了 是您二位吧 哎呀 二位真灰蝎 真灰蝎 那叫灰蝎吧 得了得了 洗把脸 这两位扫着大眼 得了算了吧 你别往心里去了 这坐住了 喝了口水 秦二爷打身上 就把这封信掏出来了 双手递过去 张公敬接过来看了看 不错 善雄信写的 那 其实 之前已经来了一封信了 意思是一样的 只不过那一封信写得很 张公敬 你们哥儿几个 这十几个啊 都是我的哥们 你们也知道我 南七北六 十三省 总标霸 天下的强盗土匪都归我管 二哥不是外人 是我的亲二哥一样 此一份发配到北平府 你们要保住他 二哥掉一根寒毛 咱们这事可没得出 我掉击全国的土匪 咱们兵发北平府 啊 谁也别活着 你甭管是半真半假 这个意思就告诉你了 二哥 你们要善待 所以之前接了这么一封信 今天一瞧呢 两封信差不多 就是这封信是二哥亲手交给你了 啊 前言一续 我不能多说了 你心里明白就好 张公俊拿这封信呢 这汉珠子就下来了 为什么呢 此地幽州北平 谁的天下呢 老罗叫的天下 镇边王罗毅 罗毅是河南魏州人 从小父母双亡 自个儿呢 遇见了高人 教他练能力 武功神飞枪 啊 太厉害了 后来呢 他是因为保着南臣 但南臣灭国了 灭国之后 为给南臣报仇 他带着兵啊 要罚这个大隋 一打石门阵 二打祸州 三打河东 兵马扎在了 同关脚下 昌平王邱瑞出来了 咱们是哥们得了 事已至死 南臣都灭了 你还为谁报仇啊 别闹了 最后跟大隋 两门一调停一聊 得了 干脆烟于十六州 归你 你在那自立为王 听调不听宣 名义上 你是大隋的臣子 实际上是自立为王 是这么个老爷子 能力大 脾气大 而且上堂来 沙威棒 必打 还不能求情 说我求神 越求情越坏 本来打石板 一求情 打一万下 就这么个脾气 但是说这个 二哥到了 你说我们怎么 求不上去 我们是战堂官呐 王爷升堂 我们两边跟着站着呀 跟王爷说的话 说不出来呀 王爷倒是有儿子 少保罗成 可罗成 他小 老头呢 又从来不宠孩子 罗成不管用 老夫人能说什么 咱跟老夫人讲不上啊 哎呀 这汗哪 滴滴答答 二爷就看出来了 兄弟 别为难 没事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我能在这认识你们哥 几个是我的造化 哪怕明天上了堂去 被王爷打死 我认了 没事 待会咱哥几个喝酒 好好续一续 守足知情 张宫琴眼泪都快下来 就人家这个心胸啊 不不不 哥哥 是 反正为难 是有点为难 这个 王爷 岁数也大 脾气也腻 我们这说话 再不听 你看 我们还不如是 你看杜中军行 有一个中军官 叫杜叉杜宝凯 王爷干儿子 他了人家要是跟王爷说 可能还行 他有时候还跟王爷说几句笑话 什么的 我们 够不上钱啊 没事没事 来来来 咱们先坐先坐 这正说着呢 外边进了一个小兵 那个 他呀 杜中军到了 杜中军到了 快快快快快快快 刚说完就来了 杜中军 中军呢 啊 这是王爷的亲支禁派 啊 赶紧迎进 秦琴 带着金甲铜款 躲到礼物 十二家战堂官 站起来 万万就走 到门口 一小土地庙外边 有一匹马 马上坐着一个人 正是中军官 杜叉杜宝凯 不到四十岁的年纪 三百七十多斤 这大胖子 坐着马上马之洞 头戴何叶辉 身穿紫花的开场 手里拿着一把打扇 啊 啪 地上 站着四个贴身的家庭 奴随主姓 都改姓杜 杜中军亲自给起的名字 杜一杜二杜三杜四 文学性很强啊 这四位拿着扇子 给扇 热呀 这胖子 这汗 哗啦哗啦 坐在马上啊 张快水 张公顷啊 聪明 有个外号叫张快水 张快水 对 怎么这么早就收了 其中有诈吧 不能不能 没有没有没有 就把那个十三位叫来 有人去了 一会儿功夫 十大奈过来了 啊 不见过忠军大人 啊 见过各位 好了好了 这个我们十几个人 亲眼瞧他 历历百日 啊 今天很圆满啊 成了 日后他也是您手下的 得力的一万大将啊 你多疼喝他吧 啊 那行了 来来来看着我 咱们咱们进去喝点茶 从马上下来 度一度二度三度四 看着往里边走 啊 一直来在了大殿上 有人从后面搬出一把铁圈的大椅子来 这大椅子比这桌才宽 铁圈的啊 帕子往这一坐 度一度二度三度四 往里边塞肉 别塞进去 太胖了 啊 拿着一把丧皮纸的大椅子 哥几个站好了 连使得那十三个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宠张公斤奴嘴 那意思 跟他说说 刚才那事跟他说说 张公斤一咬牙 对啊 热啊这天 废话 可不热吗 好家伙 我还想了 我再胖点 得热坏了不可 是是是 您听我的没事啊 这是贵人之相啊 您就凑四百斤 凑四百斤 废话 先说两句笑话 让他开心 刚才聊天还说您呢 好 背后说过坏话呢 不 哪能说您坏话呀 是吧 这不聊天吗 说这个 是有的事啊 整个的北平谷啊 也就是您 王爷跟您 王爷是坐着的王爷 您是站着的王爷 别废话 别废话 你们背后说什么 没有啊 这不吗 我来一朋友 哎 惹点小事 中军发配 发配到这了啊 明天整个十五 王爷升阴安殿 啊 问暗子气 大伙想上这堂去 这沙维棒不好躲 刚才撂摊了 也就是您 您在王爷跟前说几句好话 这沙维棒 可能能免了 管不了 你们不是 不知道 哎 王爷的脾气 那眼睛不揉沙子 谁说都不好使 你看 您这人 嘿嘿嘿 那是我们也说 这事管不了 但是就是 朋友嘛 是不是啊 这个 反正您看您要是方便 给电句话 您也别 别太为难 哎呀 朋友 你们也配交朋友 这是 这人是哪的呀 跟王爷回 这人是 这个 山东人 管不了 你这是怎么了 一惊一乍的 这是啊 怎么了 我的爷 山东人怎么了 山东没好人 我就恨山东人 亲属宝赛礼物 眼泪都快下来了 干了 还不如不说呢 多一仇人 这种怎么这么恨山东人呢 哎 得了 救不了 我就算了吧 啊 外务这几位愣 不是 多言 您这也没有啊 您这一过去打翻 一传人啊 也许您是 有山东人 跟您有不对 那您不能说 整个山东没好人 这话多伤人呢 哎 对啊 对对对 说 反正 反正我 没遇见好人 嗯 话又说回来 你们刚才说交朋友 叫你们这十几个人 你们也配 交朋友 哎 但也我 才是交朋友的 咱那个朋友 那提出来 那还了解吗 那是啊 豆爷您是 有身份的人呐 我们哪配跟您比啊 您说说吧 您那朋友是谁啊 让我们也开个眼镜 把那水递给我 把水递过来 胖子接过来 嗯 先竖口 多尊敬 坐着大气 打圈椅子上 伸双手 跳大支 提起我这位朋友 马踏荒荷兰兰 张宁敬聊医生错去了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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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达山东 九州师府以外 斩八县七十二家藏棺 小牧丝 关注 交流 赛孟长 深圈太宝 秦宠 秦叔宝 我那 秦二哥 十二家战藏棺 都坐下了 爱管不管 就史大麦不明白 跟着看 这怎么回事啊 他是新人 又是罪犯之身 不敢多说话 站在边陪着笑脸 十二家战藏官都坐下了 杜刹那 什么意思 你们都崇拜成这样了 是吗 提我二哥 你们都傻了吧 那错不了 马上就傻 这叫什么话 您等会 张公斤站起来 二哥 赵香来 喊了一声 赵香来 有打礼物 啪 这人一挑 金甲同文 簇拥着秦琼出来了 秦二爷出来了 没走两步 门口一站 秦琼 再一次 这个话说的不能太张扬 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叫我出来 我得出来 秦琼 再一次 胖子一回头 啊 站起来 身背后 度一度二 度三度四 抢着椅子 太胖了 抢着椅子 胖子往前 费这个劲呢 胖子才哭呢 骨头就跪去了 离着秦琼 有七八步来 磕膝盖挡脚走 往前跪趴 泪流满面 哥哥呀 恩兄嘛 小弟我判恩兄 汉苗判春雨 枯草判甘霖 苍天有眼 再次相逢 哥哥 我给您磕头了 连磕响头 二爷急步上前 看起来 不敢当 不敢当 看起来 看着脸 不敢认 没想起来 可是你 人都这样 你们说别的吗 不敢认 哥哥 我有个外号叫金眼镖 没想起来 先答应着 哎 哥哥 我给您扛钢的那个 哦 你是扛钢的将军 张公子一听 什么也都是 哪个将军扛钢的呀 这是 快起来快起来 到过来 给扶起来 哎呦 杜叉哭的不行了 快坐着坐着坐着 给投了把手去 擦擦脸 蹲背水来 这坐住了 从头到我一说 秦琼这才明白 杜叉 杜宝凯 山东东昌府的人 想当初 他在南疆关 武云赵手下 做一个兵马私募 什么叫私募呢 就是管这什么粮草啊 军须啊 管这个 有这么一年呢 当地这个粮食欠收 啊 装机也不好 说这怎么办呢 一点折也没有 啊 最后想一主意 武云赵说 借粮吧 到山东济南 节度使衙门 找唐臂 去借粮食 出了份于公文 就让这杜叉去 杜叉到了山东 把公文就丢了 紧跟着 钱也丢了 身无分文 又这个怎么办呢 你想啊 还有这军队的人 你让他干点别的 嘴又笨 没辙了 要着吃 反正我到山东了 只要能到济南就行 要饭这一路上 哎呦 竟让人数了 大小伙子不干点忙 港大要员要饭吃 你还要脸不要脸呢 骂了他一到 他心里边对山东人的印象就不好 赶等到了济南 到了节度使衙门 说姐妹给我通病一声 我是南洋关来的 我有事 那就进来吧 跟唐臂一说 把他叫进来了 唐臂一瞧怎么带着 一盖帮子来 破一啰嗦的 穿的也脏 但是一说话 通情达理 整个是状况 仪式 手势说话 用词全对 但是就是医护部队 你说什么事 我是放五文赵之命 前来借粮子 公文的丢了 唐臂说那不行啊 没有公文 这是粮食 这是钱 这是国家大事啊 我也不怪罪于你了 把他赶出去 就给轰出来了 流落到济南的街头 那是真没辙了 连着两天没吃饭 这天真没辙了 找一小饭馆 往这一坐 烙张饼 这饼烙二斤的 二斤一张大饼 切三斤酱牛肉 两根大葱 卷好了 给我做一碗酸辣汤 多搁点胡椒面 连吃带喝 吃饱了 就算踏实 伙计说 爷太您结账吧 多少钱 一掉 伸手进怀里 这手出不来了 伙计看着 怎么说 没有灵的 那整的 我找给您 整的也没有 您这蒙吃蒙吃啊 这可不行 按说一张大饼 三斤牛肉不叫事 这么大人干嘛呀 这一说 全家人都出来了 这天呢 这掌柜家里过生日 全家亲戚 来了三十来口子 好 连男带女 老头老太太 乌鲁乌鲁 连大人小孩 三十来口 站住着用山东方言 这一骂街啊 骂了半天 你想啊 对杜岔来说 就这一下 我听说骂街 就是多得个伤害 打这谁 救恨山东人 打这坐得透 最后人家也轰出来了 轰出来没辙了 有一天呢 有小店 小店这个房间底下 坐着背鱼 掌柜的还不错 进来吧 有闲屋子 待会儿吧 聊会儿天吧 进来了 有剩饭给他吃了口 心眼好 老掌柜呢 因为说你接下来怎么办 我没有打算 这是预计您好心人了 我没有辙 也没犯辙 你这样吧 把得腰圆的 我给你找一活干 好不好 你挣了钱好 还我店钱 你先跟着住 多得有辙了 咱们再说 掌柜的心眼不错 转天呢 带到河边去了 河边卸船 船上拉着木头 拉着东西 说你来吧 我都说好了 我有朋友在这 工头负责 一天呢 一掉钱 卖点力气 你就跟着去吧 挺好 他来了呢 就赶上吃饭了 呜呜呜呜呜呜 他一站 大伙都让着他 个也大 大胖子 让他吃 他吃完呢 跟着一坐 人家这几个人吃 吃完之后 您坐着别动啊 别动啊 您干活的 人家跟着卸船 卸木头 仨人俩人 搭一根 沉这儿呢 到天黑 这儿一发钱 你一掉 你一掉 到他这儿 给你一掉 走吧 回小店 交饭钱 交店钱 住 连着三五天 挺开心 这一天呢 这个 老掌柜就说 我上河边瞧下去吧 干活 听话不听话的 坐不坐 老掌柜一瞧 他跟着坐着呢 啊 那个 大罐子 跟着喝水 人家大伙跟着干活 掌柜就说 你怎么不干活呢 我 干什么活啊 不是 我不是让你来 跟着干活 没让我干活啊 我来的天天就坐着 开饭 他们让我先吃 吃完让我坐着歇着 反正 先肯定给我钱 老掌柜就说 这是为什么呢 都都叫过来 都叫过来吧 不是 这个怎么回事 大伙说 不是什么怎么回事 这不是监工的吗 谁干你监工的 不是干活 拿我胖成那样的 我们以为是 公头的小舅子呢 杜叉这轻易啊 拿我当监工的小舅子 山东人 真没好人 又恨山东人 连着好几分 那得了 我也别白吃了 其实你们哥就都歇了 我干活吧 他实诚 我起来 自个卸船 大伙都歇了 我卸船 一人扛 扛两根 多多力气 这船卸完了 还帮别的船卸 这不还 回来回来 这边不给钱 咱们都行了 有活就去干活 没活就在店里边待着 但是心里发愁 我不能一辈子打小工吗 我是南洋关的 冰草私物 我以后干这个算哪一道 这一天没活 为什么 下雨 下雨也没事了 仗着兜来点钱 自个儿呢 就在这店房门口 蹲着台阶着望着天 心里边不是姿势 鞋队窝是一个瓷器铺 掌柜的吩咐人 在那刷一个钢 五彩的 一个大鱼钢 很漂亮 伙计呢 跟掌柜在这儿 逆逆歪歪 连来去吧 下雨了 别去了 一看就是有人呢 定了这口钢 要送去 伙计下雨 乖去 胖子站起来了 掌柜的 往哪送啊 我给你送吧 嘿 胖子 天天住店也都认识 也知道胖子 胖子好人 这个钢可不是别人要的啊 这个我们这儿有名 好汉秦琼秦珠宝 水南寨 太平街 专入巷 一镜头 这边第二个门 亲家 这钢值二两银子 你要送去啊 回来晚上 你说想吃什么 我再给你点零钱 你放心 蒙完了 上了间了 别人弄都绑好了 捆得了 或者弄车 或者几个人抬着 他一样有力气 上了间了 扛着就走 咱们说你慢点 你别摔了 摔不了 就来在了秦琼的家 到门口 老管家秦安就等着呢 来了 快来快来 快进来 老太太前行日子说啊 要买这么个缸 秦琼给看见了 说这口缸好 今天订了送货 这一扛进来 秦琼打屋里出来了 送来了 辛苦辛苦辛苦 站在台阶上 辛苦辛苦 您就放这就好了 他心里就明白 这位就是秦琼 秦琼书宝秦二爷 在此地一说话 跺一脚 四成烂颤 他要是能帮了我 得多好 我卖拍卖拍 打肩上 往下顺着缸 耍了一花 下雨啊 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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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入水 这不缺气点吗 碎了 二爷站着看着 他跟着 还没等说话呢 二爷先摆手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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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别怕 他能不害怕吗 医疗医生 孤单跪去 二爷 我就不是成心的 我就卖卖卖 我没卖好 二爷伸双手 没事 没事 东西是死的 人是活的 快起来 快起来 你看鬼地 医生都湿了 老哥哥 给找件医生 老哥哥勤安 给找湿医生 还让到了书房 喝口热水 喝口热水 天涼啊 哎呦 感动坏了 二爷 我对不起 我跟你说 一说 你是哪的人 聊家常呗 把自个儿的事 一说 说完之后 二爷我能求您吗 显如今我上天 无路故地无门 我这点事 您能帮我办个 我赶您大安大德 先从想了想 先拿出去二两银子来 这给你 你先拿着 今天回去呢 换换衣服 该吃吃该喝喝 也别害怕 这个明天吧 明天一早 北门外有一个茶馆 在路都 你上那等我去 我一会儿就去 给你办这事 咱们不见不散 好嘞 千万万千 回来之后 跟这个老掌柜一说 人都挺高兴 二爷管了 这事准成 没问题 转过天来 一早起来 就问茶馆了 一进茶馆 往这一坐 大伙都认识他 胖子今儿没干活去 不是 秦二爷让我在这等着 那坐着坐着坐着 到中午 没用说 给他炒着菜 弄着饭 烫着酒 坐一下午 秦琼也没来 慌了 怎么没来呢 掌柜的劝他没事 二爷用的事 准答应 说话天就黑了 人家接着 炒菜做饭 七盏茶 你他的事事没事 简短接说 等到了二更天 哎呀 心里长了草 怎么没心呢 尤打外边 老管家 秦安来了 拿一大包袱 进来了 胖子你在这 老管家 您来了 是是是 那个是这样的 他挺忙的 赶不过来 这大包袱给你 你拿着 来掌柜的 二爷说 这一天跟这 肯定有花费 给您二两银子 用不了 用不了 你拿着拿着 哎 得那我谢谢 钱接我去 胖子 门口拴着一匹马 出着这门 上马 背着包袱 往东走 往东走 然后走着天亮 下马 打下包袱 快 快去 哎 那您替我谢谢二爷 走你的 走你的 这不是二更天了 这儿重来之后 规制好了 翻身上了马 背着包袱 可就下去了 到天亮 离开济南 很远了 已经 这才翻身下马 把马拴在树上 打开包袱看 一瞧呢 里边有一个包 包里有一百两银子 有一套新衣服 还有一封信 打个信一瞧 朋友 实在是对不起 我跑了一天了 节度使衙门 虽然说有朋友 但是身份卑微 说不上话 这个事情 我帮助上领 实在是对不起 现在你这个方向 还一直往东下去 是奔幽州北平府 老王爷罗毅 那招人 以你这身 能力到那 必得重用 往人凶 蓬城万里 哎哟 看着这封信 眼泪哗哗的 望着济南方向 磕了三个头 这才起来 背着包袱骑着马 赶奔幽州北平 投军报孝 赶等到了幽州 见了罗王爷 王爷还挺喜欢的 说这个你来瞧瞧吧 骑着马端着家伙 五颗场里边 连胜三合 当下就封他一个 战堂的官 挺好 半年的光景 王爷一问说 这是怎么样 斗框 腐力腐败 堂上堂下 都说好 发是好人 人缘就好 王爷爱他 封他一个中军 离着王爷又近了 再后来 你俩越来越熟了 一聊天 说你爸爸是谁 说我爸爸叫杜勇 想当初也是 一个小武官 王爷眼泪下来了 怎么呢 一打石门阵的时候 那个他父亲杜勇 是跟着王爷的 两军阵前 替王爷打了一枪 死了 哎呦 没想到故人之死 得了 打今儿起 你是我的义子干儿 是这么收到的干儿子 所以在老头跟前 非常的得意二丑 三言两语 把那件事说清楚 今天他也是一番壤子 把事说了 当初我给您扛钢砸了 要是没有您 我没有今天 二爷点点头 哎呀 我是没想到 你有今天 我是真开心 挺好挺好挺好 不过二哥 刚才他们说您那个事 我也往心里去了 您放心吧 我知道王爷贫心 但是我更知道 我有今天是怎么来的 人要知能图报 您们完了 这事交给我了 张公斤双条大只 多言 罢了 叫朋友 叫您这样 那您告诉我 明天 银安店上 您有什么办法 没有办法 你说的有道理 也没办法 如果说王爷要打 杀威棒怎么办 怎么办 王爷对我 有一天二地恨 三枪四海仇 没有 人家是我爹 我是他干儿子 可是这个哥要是没他 我也活不了 明天这样 王爷不打 魂子变棒 他只要打了 我撑出宝箭来 把王爷一杀 然后我自吻 你们跑 打电声鸦雀无声啊 那叫什么办法 秦琼都傻了 我还不如死在大伙上了呢 这大伙偏了多多麻烦呢 张公寻坏啊 杜爷八寥 您这一片忠心啊 天地可表 不过您这个办法 得商榷一下 你觉得这不合适 真是不合适 当然也不是全部对 八戒这个对 你不能杀王爷 您要有这个主意 您听我的笨内宅 杀谁 不杀谁 内宅只有两个人 是王爷的亲人 一个是罗承 一个是老夫人 您找少保罗承 求他 他不同意 你就抹脖子 知道吗 他准大 小孩好骗 我 我 递着剑吗 旁边白显道 苍朗朗把剑撑出来 给 干 去 张公子一吹 去去去去 杜爷您帮进咱俩 用我这口 我这新罗子 不宝开点了点头 十位知己着色 清而言我欠您的 今天我还您 一伸手 抓住劲 转身 万万就走 干嘛 找罗承去 罗承 罗承好找不好找 但是得分谁找 杜叉找就能找 他这走 秦兄站起来 不行不行 十二家战场官 行行行行 坐着吧 这儿喝茶 说话 单说杜叉 俩眼珠都红了 钻纸宝剑 进那宅 少爷呢 也没人敢拦他呀 我爱咱儿子 大中军 推个厨房门进来 罗承正跟着 二十出头 一米七上下的个头 红白镜子 尊美虹目 鼻子恐怖 小伙子长得精神 也尊本 一回头 哟 大哥您来了 我来了 他说您怎么了 兄弟 我一看 他 这剑就搁在脖子上 你答应我不答应过 哥哥咱们别逗啊 你到底怎么回事 都差眼泪下来了 把这事一说 我来一捧 冲军发配到这了 明天 已经十五了 上个阴安店 老王爷这沙威棒下 我这哥们要死了 我活不了 没别的 求你讲清 我这么说 哎呦 哥哥您这是为难 咱爸爸的脾气 你不是不知道啊 啊 这我 这不行 他他不会答应的 不答应 我就 哎呦 别急 小孩好糊了吗 那那我怎么办呢 你找咱们老太太 我说 我妈不会管 拿着这一口 这口线是张公警的 刚磨的 哎 你进门就横在这 就我刚才那词 会吧 一说就记住 哎 拿着去 准行 哥哥盒子 刚才淋假的 是吧 怎么是假的 你看这汉都出来了 快去 简断接受 我少保拿着剑 赶奔内宅 老夫人跟着正念经呢 弥陀佛 弥陀佛 呦 弥陀受不了的佛 怎么那儿子 拎着剑进来的 妈呀 怎么那儿子 见得横在这儿了 想我杜叉 哎 不对 我捣捣捣捣词啊 妈我跟你说是 我有一朋友 我朋友出去发配到这儿了 上诊堂去 一百杀维棒 可是活不了 今天就 就把词全说一遍 老太太说 这个不灵啊 这个 这么些年来没人求情啊 你爸爸那个脾气 你也不是不知道啊 这不要了命了吗 这不是啊 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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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 跟真的似的 老太太吓唤 老太太好糊弄啊 一把抢过来 得了得了 我试试吧 把罗承赶走了 这儿吩咐人 请老爷子 说老爷子呀 请您过去 给老太太吃个饭 但老王爷正忙着办公文呢 当天晚上没过来 转过天 早上起了 丫头又来了 那个昨天让您吃饭 您没去 就是早上起了 老太太还等着您 那个吃早饭 哦哦哦 我去过去过去 老头儿65岁了 跟老太太感情也非常的好 我去过去过去 你马上就得去 声音按店了 这儿赶紧来 来到乌一桥 老太太跟这儿 巴哒巴哒掉眼泪了 夫人啊 怎么了 王爷您来了 您快坐 好 你这怎么 怎么哭了 哎 不知道 那个 昨天做了个梦 梦见我死去的哥哥 还有我死去的父亲 严淑南辰一魄 兵败马鸣关 国魄家亡 现如今 我这个嫂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我家里边还有一个侄子 我一想他们 我这心里就忽视滋味 哎 得了 夫人 哎 这人哪 一上了岁所 亲和人 梦是心头想 得了啊 咱们这些年也是 没少安排人下去找 但是 别着急 别着急 咱等缘分 来了自能见着 哦 另外啊 今儿来的一个佩军 上这堂去 你要能不打就不打 啊 啊 老头已经这不哀了 怎么呢 此人多大的人情啊 都脱走夫人这了 那老头呢 拔个眼睛毛一吹都是功诶啊 太聪明了 一听就懂了 夫人你跟我过了半辈子了 你什么不懂 王子犯罚 庶民同罪 转身就走 老夫人瞧 得白说了 一转身 奔银安店 银安店上 人可都到 尤其二十四名 杀威棒手 包看斧舵一般齐棒小伙子 都是一米八大高个儿 瘸着膀子 露着一胳膊 小罐系好了 底下都当滚库大驴鸭的快靴 红卷帕照头 手里边攥着这沙尾巴 刚才咱们介绍了 一头粗一头长 这头细 这头碗口粗 抡起来跟小锤子似的 都跟这站着 整个帅堂正当中 是一块大屏风 南绣平金 红地上面绣着金龙 这个金龙啊 是一条正面的龙 四个爪 但是他这龙绣的跟别人不一样 为什么呢 皇上家用的龙是五爪 王爷应该是四爪 他这龙 腿上这 是五爪 这上面这俩胳膊 是四爪 什么意思呢 上面是四爪 我是臣子 我对你称臣 但底下是五爪 就告诉你 我是自立为王 他是这么一幅画 前面雕花的案子 摆着令旗令剑 摆着文房四宝 底下这都齐了 老王爷转屏风入宿 头戴三身昂帽 身穿大红段的网袍 上袖 往翻身龙探岛 海水江崖 发似三宫雪 虚压九球霜 一顿树豪 九天仓 一顿大眼 皂波分明 往这一坐 胸前散满了一人 回头一瞧 杜叉不在 十二家战堂关 不在 杜叉应该站在 案子这 底下两边 十二家战堂关 得站 没在 毛爷纳闷 哪儿去了 从来没有过 来呀 一毛 干嘛 催他们 这儿就放炮 三毛不到 就得杀头 来一毛 这儿就放炮 这几个在哪儿呢 就在不远的营房那儿待着 连秦琼这以罪人间使得呢 都在这儿连肚子 怎么办呢 人情脱道了 不知道啊 谁知道 这个怎么弄这个玩意 要了亲命了吗 这不是啊 哎呀 这正想着到 炮想了 坏了坏了 咱们可恶了 咱们可恶了 这可怎么办 这个 猛然间 战功进降起来了 我有主意 不管人情脱道没脱道 二爷今天有救了 你说吧 王爷有三不打 不打小 不打老 不打病人 咱们在这三点上 出入围 毛公随 女工蛋过来 好嘞 有办法 不打老 就说他 是我爷爷 啊 我这岁数差不多 倍儿大 倍儿大文章兄嘛 生死腰痪的时候 我这不管 哎对对 大也不行 小也不行 有倍 对对对 就说二爷有病 你不乎乡 有病 练武的人呢 一回头 这墙上这 供着官二爷 官二爷那 有个大香炉 张公就拿起来香炉 这点香灰 弄二爷一脸 大伙儿笑 这差不多了 安静 穿心杠子 搭房板上 系好了 跟担架似的 哎 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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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金甲同环 打起来 就说病人有病 哎 往里边走 杜叉头一个 后边十二家 战堂棍 然后是金甲同环 搭着 耳声炮就吓了 套套 这帮人飞呀 奔进烟店进去 上了烟店 我还这气 我这是急事 杜叉过来的 杜叉过来了 站在这儿 十二家战堂棍 金甲同环 抬着青虫 往上一走 杜叉眼珠都红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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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到过 怎么呢 这就成案呢 王爷得看 带哪个带哪个 这才喊一个传一个 带谁带谁 哪儿呢 就上来了这是 下去 下去 哦 又搭去了 老王爷 坐在案子上 心说怎么这么乱呢 诶 杜叉 承文 代案 承文代案 旁边有书里 拿一大盘子 盘子里边一罗公文 递给了杜叉 杜叉拖了这个 得给王爷看 一个一个案子 是哪儿发配来的 哪儿发配来的 这个意思 低头一瞧 杜叉汗都下来了 怎么呢 头一个 山西秦穹 在山西犯的案子 山西地界过来 山西秦穹 他就想把这张抽起来 塞得后头 把上面问完了 王爷要累了呢 有什么事 下半个月再说 因为初一十五 才建配军呢 半个月怎么着 咱们也能想点办法啊 就趁这张 这汗就下来了 为什么呢 王爷坐在这儿 他就紧把桌脚 王爷就看见了 杜叉 咕 认识满地都是 王爷气 白 跟手有人过来 骂肩头龙二倍 好多费好些个绳子 胖啊 大胆的杜叉 你真是干什么 哇 我那个 我最近身体不好 我找个大夫 开点酒 那个活骨酒 当药饮子 早晨必须喝 我没喝过酒 这会儿脑子晕 王爷凌开根子 哦 王爷知道 说家伙 但是亲爱的人 你们好龌龙 自己的三个儿子 最喜欢他 下次不可 吃 松吧 过来一顿活头 总之得松开 这儿捡起来了 而且这一捡起来 就乱了 把那个放顶去了 还挺开心 拖着 蛋 吃 头一个拿过来 王爷瞧 也是山西来 这个犯人叫秦洪 村里打架 他呢 把自个儿亲哥哥打死 按说应该问死罪 地方官觉得 他家就哥俩 死一个 再把他杀了 灭人的宗祠 所以说留他一条活命 充军发配 王爷看 在山西秦洪 在山西秦洪 你说山西秦洪 金甲通魂 带秦洪 好嘞 上来 杜插一回头 不是你 谁知 都快喊 插音 下去 不是你 王爷看看他 你认识他 不认识 不认识你 怎么知道不是他 都再上了一条了 第二回 站在 金甲通魂 搭着又下去了 十二家战堂棍 集体擦汗 王爷这招火 就压不住了 好啊 内宅里边 夫人讲究 到了堂上 你们都变眼变晒 好 今天有你们好看 来呀 带头一案 头一案 山西秦洪 带上来了 这一问 王爷乐 来呀 沙威棒 五十 当场就打 摁在那儿 好家伙 五十 十二下就不打了 说 犯人 行笔 打死了 拉着 就算完了 简断结束 带上来八个案子 全打死了 好 大堂上 学习斑斑 人人心都到 三个眼了 到第九案 我还累了吧 咱们 说 带人算 是 带 山西 秦 穷 说了声 带山西 秦 金甲通魂 一咬牙 二哥 就看这一会儿了 来 咱们 走 搭起来 直奔银安店 来到银安店上 把人放下 俩人往前跪 长届一名金甲 副届一名同还 建家王爷千岁 千千岁 我来问你 犯人因何 自己不打 启喻王爷 犯人 他有病吗 我们替他回答 王爷点点头 花钱 怎么了 不花钱 长届替你回答呀 因为人家这俩人 就是押送你过来的工作人员 到地儿 人就回去了 没走 上场 替你说话 就是花钱了 王爷点点头 我来问你 他什么病 回王爷 家气伤寒 即使家气伤寒 又打三十目中 道德此处 他是怎么来的 你女我 按规矩王爷说完了 杜叉就跟着喊 然后是十二家战堂关 然后是满堂的差人 升阵瓦 今天王爷喊完了 杜叉看了 杜叉不搭 那茬十二家战堂关 十二家战堂关 又不喊 满堂的牙医不敢喊 整个大堂可安静 就是老扑一个人 家 讲完了 王爷觉得不用气势 回头看着杜叉 等着我来 多给我打饱了 你啊 王爷问他对呀 他有病 有病好这一趟 千百百里去 怎么来的 跟王爷您回 他不是一出来就病了 他是路途之中 他可能是想的这点事 心里别扭 家气三寒 他有什么别扭 他有什么别扭 这暗论上写得清楚 人弄关天的 回王爷 他却有关心 王爷知道牙 这是花了多少钱 买通了藏剑 在银安殿上 范延强健 赶州 王爷哪这 他冤 这是你们人敢说的话吗 长戒利口 多舌变 王爷 瑞胜 金 归 王爷点进头 老夫 离来 说了话 老头 在这暗子 在这暗子后 转出来了 整个银安殿都杀了 干嘛呀 他又看看 说的话就到了跟前了 来在了秦穷面前 递谁门板 人躺在门板上 老头站着 这都干嘛 所有人的心都倒丧着眼了 不害怕 没有不害怕呀 金甲同环 十二家战堂官 连杜叉 这汗的 全心都湿透了 站着直哆嗦 老头看了看 一撩猛袍 蹲下 伸出一个指头 在秦穷人脸上蹭了一下 站起来了 犹打十二家战堂官跟前过 干嘛 让你们看看 最后来了杜叉这 杜叉看了一眼 没法上看 准致的指甲的 别走啊 老头说撵了一件手 扛进 赞 这是什么 杜叉 真有挑大拨哥的 十二家战堂官 看吧 一会儿看杜叉怎么着吧 他说奴主 咱们就造反 就是不活着了 他敢喊出香灰了 怀乐了 你到他 深染重病为何 免徒香灰啊 回王爷 昨天我们到了 住在土地庙 犯人睡在地上 我睡在汉子上面 我睡觉发意着 一抬脚 把香奴踢起来了 香灰弄他一脸 香奴落地 为何没伤了他 回王爷 木头大 你应该说书 这么简单呢 书情细理啊 王爷点了点头 哦 一伸手把毛笔拿起来 填了填笔 要写个字 当然 在这个官场上有规矩 一般来说 到这会儿 老头一拿笔的话 应该就是腿疼了 但今天王爷 就是想写个字 刚一拿笔 杜叉喊 王爷老房 快抬 金甲腿疼 搭着二爷往外跑 十二家战判官 疯一样 杜叉那么胖 跑同一面 全通行 剩下这些人 那下边走吧 全走了 整个阴安店 就要作为老头 老头心说 我这辈子白混 到现在 我再回来 我回来 喊谁啊 喊了半天 有大阴安店下边 上了一个 原来罗家的老管 就叫罗德 跟着老头一辈子 最早是老王爷的马 上岁上 干不动了 就养老 但他平时没事呢 扫地啊 跟着干个灵活 啊 这一喊 来人 没人了 他在那上来了 啊 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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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老头 人大 啊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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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做话 我过去 你俩老头面对边 这个把耳朵递过来 这个喊 去 上牢里边 叫那个秦琼 秦琼 二堂 二堂 听明白了吧 啊 我还在这一遍遍的喊 连说再比我 回过头来 再说众家英雄 这儿出来之后 啊 来到后 道歉道歉道歉 连杜岔 十二家战当官 这汉的 说到他二爷 给你道歉 二爷说 完了吗这个事啊 我觉着不像了了的样子了 啊 二爷您放心 先把劲混过来 王爷再想生堂 半个月之后 有什么事 咱们回去再说 好吧 二爷 洗完脸去吧 啊 但是那个 这出这个门 这个脚门 对过那饭店啊 我们都包下来了 咱们那喝酒去啊 呼噜呼噜 连金甲图还都去了 啊 二爷这洗完脸吧 洗完脸 二爷上个厕所 上个厕所 打厕所里出来 刚一出来 对面来老头 秦琼啊 听明白了 这是那罗德 老王爷跟他说清楚了 说你来着 叫他来 我审的有事 在二堂 他来到这一问 老头说 没条件 老头也欺负老头 胡说 不知道 没想到这老头 挺实的 怎么会不知道呢 大伙人 怎么会没了呢 蛤 满处问 一朝厕所 出来 你叫什么呀 秦琼啊 二爷说实话 还就是你 一吼拨领子 跟我走 他能走了 老头看见了 赶紧出门 奔对过饭店 几位几位 还喝酒来 咱们干净 别干净这了 破案了 快休想 又怎么了 怎么出事了 弄到二堂去了 这帮人 这就慌了 再想主意 说二堂会出什么事 二堂 什么叫二堂呢 一般不利于公开审问的 在二堂 有的时候是大事 有的时候是特别小的事 当然再拿审 得看出审官的 王爷回到了二堂 往这一坐 心里一直想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刚才蹲下 拿手一摸他脸上 相挥 他自自欺欺看 不全是看相挥 他老觉着 躺在这儿 这个人 怎么这么眼熟 怎么看 怎么熟 怎么看 怎么像 很像自己的大舅哥 谁呢这是 心里就咯噔一下 又一想 夫人早上起来 跟我说过 说呀 想他的哥哥 想他的父亲 这么多年来 老秦家有后在外 难道说这个人真是吗 也未可知 另外早晨我出来的时候 跟夫人呢 我拽咧子不合适 孙夫人去 后堂请夫人 让夫人和少爷 屏风后面看一看 这个人他认识不认识 老王爷坐在了屏风前面 屏风后面有人 罗承带着媳妇 装金钉 两口子 掺着老夫人 老夫人说什么事 我爸爸让您瞧瞧 先听着 诶诶诶诶 屏风后面有凳子 老太太坐着 屏风前面有椅子 是老爷子坐着 就这会儿工作 有大外 有人把秦琼带来 洗杠杠杠杠的了 换好了衣服 不像刚才了 往上一走 往上一瞧 这个人哪像有病的样子 这个精神状态非常的好 但是仔细一瞧 恍恍惚惚惚 他这个状态 这个外形 确实是很像自己的亲人 当时心里面就咯噔一下 仔细地打量了秦琼 再看二爷到了跟前 撩一跪下 犯人秦琼 参见王家亲子 你叫什么呀 跟王爷回 犯人我叫秦琼 身为宫门中之人 为何伤害人命 王爷千岁 只因造脚龄吴家老店 店主喝夜之间 前来偷弃 是我无意之中 用娃面剪触动额头 他转身就磕在门框上 不是我有意为之 我看了看所报的诗格和案卷 确实是误伤 从现在开始 你发配之词 以抵前罪 现在你就完全无罪了 谢王爷恩典 起来 是 站起来 垂手而立 王爷看着他 秦琼 犯人在 你现在不是犯人 秦琼 我来问你 家住哪里呀 跟王爷恩回 家住山东济南 历城县 太平街 专珠巷 哦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二爷咯噔一下 怎么会问到这儿呢 按说案子了了 没什么事 发回原籍 或是有什么处理 怎么会问 可是不能不答 回前罪爷 家住 有老母 有妻儿 哦 有老母 你母 娘家姓什么呀 二爷就没明白 这个问案子 怎么都问出这个来了 平方后边 老夫人 眼圈红了 罗承这儿问 妈您怎么了 我爸爸问 问他娘娘姓什么 听着 秦琼就听见了 好像有人说 姓什么 我应该说姓什么呀 谁知道王爷爱听姓什么呀 跟王爷您回 老母 娘家姓 宁 安宁的宁 哥的信 念宁 姓宁 老头这心 灯灯的跳 屏风后边 老太太 眼泪下来了 是啊 是姓宁 宁 罗承 庄金丁 就知道 今天这点事 要问出大事来 拿手 托着老太太胳膊 扶着老太太后腰 身怕她一下子坐地上 妈 你别着急 听着说 听着说 老头 吻了吻心神 姓宁 秦琼 我来问你 我来问你 你祖父 祖和生 你 跟王爷会 我祖父 南臣 太宰 汇明 秦旭 晚辈说 长辈不能直接说 叫什么 汇明 秦旭 哦 汇明 秦旭 那南臣 马民官的 总兵 秦姻 秦景臣 是你的天文 不错 正是我的父亲 你 不笑 我亲穷 秦书宝 老头 拿这个袍袖 望上一举 一挡着脸 这眼泪就下来了 得有这么三五分钟的时间 稳了稳心神 哆了哆了 站起来的 哎 苍天有眼 忠良有后 秦书宝 在 我的 儿 就这一句话 秦书就愣了 啊 于是 孩子 可继续三十年 生离死别 姑父 姑母 话音刚露 又打屏风后边老太太 多了多说 望外就走 叫了 我一声 让人啊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问你 你的主名叫什么 秦琼没等说话 老太太喊出来了 太平了 就是一句话 秦琼眼泪 哗就下来了 一把抱住了老太太 全家人是哭再了一团 大英雄 北平任 国亲 龙虎 风云团 不滚 太平了 不轻 deuts 雪 豹 Gad